欧盟扣押更多俄罗斯寡头的资产 俄罗斯寡头因乌克兰战争失去了豪华游艇、房地产和其他价值近100亿欧元的资产 这是欧盟委员会所发表的数据 4月8日的时候,俄罗斯寡头失去的资产达到67亿欧元 欧盟委员会计划在25日提交一份立法提案 以便能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金 因为这些俄罗斯寡头不认为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欧盟已将几个俄罗斯寡头列入制裁名单